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板定案要全面启动川藏铁路建设 我们看到整个川藏铁路其实全线长达1629公里 要经过的地形高低差达到了3000公尺以上 整个台阶是八起八幅被称为巨大过山车 一路就是要从成都到拉萨 那么这个难度其实更胜于青藏铁路 预料在2026年全线通车之后 从成都到拉萨只需要13个小时 壮丽的青藏高原位在世界最高海拔 世界屋迹有着群山和变化无穷的白云美景 过去受限地形难以进入神秘的香格里拉 但未来又有一条新铁路能进入西藏 中国大陆当局2000年着手修建川藏铁路 铁路要连接四川成都到西藏拉萨 经过亚安临支等地 全线长度约1600公里 经过的地形高差达到3000公尺以上 累计爬升高度达16000多公尺 相当爬两座顺母峰的高度 也因为地势艰难 近藏的川藏铁路从两端施工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三珠岭隧道的出口方向 三珠岭隧道的出口方向将连接一座跨江大桥 到我身旁的这座八域隧道 那么这两座隧道都是川藏铁路 拉萨道林之段的著名的超长隧道 川藏铁路更被称为最难建的铁路 跟12年前通车的青藏铁路相比 一个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 全长1956公里 川藏铁路虽然较短 但两者都要面对动土问题 但川藏铁路除了动土问题 也要越过四川盆地 云贵高原 青藏高原 台阶是八起八幅的复杂地形 难度更高 因此预估川藏铁路的造价 是青藏铁路的5倍以上 而川藏铁路一旦通车后 从成都到拉萨的时间 将从48小时缩减到13小时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规划建设川藏铁路 对国家长治久安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定把这件大事办成办好 整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10号宣布全面启动川藏铁路兴建 要更加落实中共的智藏方略 也就是反分裂 坚持西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 我和人间的温暖 从后变家 藏族歌手唱天路 表达西藏对交通便利的渴望 虽然西藏连外越方便 西藏的战略和经济价值也变高 但也等于未来解放军的武器和官兵 能更快速到达西藏 北京对边境国防的控管能力也大幅提升 都是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另外这一艘太空船曾经为俄罗斯太空任务 俄罗斯联合号太空船 昨天发射升空准备要前往国际太空站的时候 因为推进火箭引擎故障最后紧急降落 而当时我们看到整个太空舱是以弹道下降的模式 也就是说呢 它是以每小时大约是将近一万三千公里 等于是10马赫的超音速快速下坠 那么太空人的身体当时可是承受了7G的重力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恐怕早就已经昏厥了 不过也还好这两个人始终是保持冷静安全生还 不过呢这起事件恐怕也让联合号的载人任务全面喊停 美国太空人海格与俄罗斯太空人欧夫七宁 达成联合号火箭从哈萨克发射战升空 准备前往国际太空站 没想到升空不到两分钟 第二节推进器就发生故障 当时已经距离地面80公里 太空人瞬间进入无重力状态 他们冷静地启动紧急逃生系统 太空舱与火箭分离 顺利返回地面 两人看起来依旧身材异议 事实上两名美俄太空人这次顺利迫降 并非是件简单的事 因为太空舱急坠的时候 时速达到12,875公里 大约10马赫超音速 太空人身体必须承受7G的重力 如果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 一般人会立刻昏厥过去 冷战时代美苏太空竞赛 苏联太空人尤里加加林 搭乘东方一号飞船 成为史上第一个进入外太空的太空人 而苏联从1962年开始研发 第一代联合号 尤里加加林的朋友科马罗夫 在1967年首达联合号火箭 博当时科技发展并未成熟 事后发现的录音显示科马罗夫相当不安 他在升空前绝望的大吼 用诅咒那些把我放在拙裂太空船的人们 而科马罗夫虽然顺利升空 但最后的结局 就是和联合号一起撞向地球 变成焦黑的残开 随后1971年 联合号在返回大气层的期间 因为太空舱内门阀受损 导致三名太空人在太空中缺氧身亡 也因为悲剧不断 当时苏联积极加强安全系统 如今的联合号第三代载人太空飞船 使用液态氧和煤油混合高效能燃料 有四个系式助推器和发射中止系统 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帮助太空人逃生 2011年美国太空梭亚特兰提斯号 走入历史之后 全球太空人都得搭乘联合号升空 不过如今联合号出现事故 俄罗斯太空总署已经宣布联合号停飞 在确定异常的原因之前 不仅证实无法送太空人 前往国际太空站 三名在太空站的人员 也不知何时才能毁到地球 董事新闻附加新许已经报道 好 另外这是美国史上第三强的飓风 麦克侵袭佛罗里达州 在当地造成了毁灭性的灾害 除了我们看到有海水倒灌冲垮房屋 还造成了将近50万户的停电 当地民众因为手机没有讯号 所以特别还向记者来借卫星电话 对家人报平安 看到沿海地区的房屋全部都毁损 就连直升机上的记者也难过的 说不出话来 就连坐在直升机上的记者 看了都快要说不出话 麦克预风在美国佛州登陆后 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海岸边的建筑物几乎都被摧毁 看着自己心爱的房屋变成一团废墟 当地民众也忍不住哽咽 不只缺水缺电 就连手机讯号也完全隔绝 看到记者出现 还有灾民上前借用卫星电话 只为了和家人联络 连可在10号登陆前 威力已经达到4级 是美国史上第三强的飓风 除了造成将近50万户停电 还有多人不幸罹难 飓风引发的海水倒灌 让沿海地区的积水达到将近两层楼 还有许多民宅被冲垮 居民们在风暴后重新回到家园 都几乎快要认不出 这是原本自己住的地方 一边安慰家人 失去的只是身外之物 一边巡视被肆虐过的家园 灾难过后 民众也只能打起精神 面对残破的家园 只能强颜欢笑 风灾过后 居民们的重建任务 才正要开始 对付国际中心综合报导 好 说到了日本的 加贺号直升机护卫舰 可能是全世界最干净的船舰了 不过很多人没有想到 能够保持干净的最大动力 竟然是因为船上有女兵 加贺号的指挥士官长说 因为船上的官兵 有90%是女性 所以也让男性官兵 比较注重仪容跟整洁 甚至他们还会常常 刮胡子跟烫衣服呢 好 当然保持干净有多重要呢 有很多父母亲 都会告诫孩子们 不要挖鼻孔 不过现在挖鼻孔 真的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因为英国科学家表示 他们首次证明肺炎双球菌 可以经由双手跟鼻腔传播 也因此挖鼻孔会增加 感染肺炎的几率 因此除了制止孩子们挖鼻孔 当然也应该要保持 小朋友首部的卫生清洁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来看看 这个是美国纳史维尔梦宴鬼屋 是当地非常高人气的万圣节景点 结果竟然是有游客 被鬼屋里面的员工怂恿说 大家一起来玩拿刀 赐你朋友的游戏 结果鬼屋的员工 竟然拿了一把针刀给游客 让游客以为是道具 就毫不留情地 往他朋友的手臂捅 害得对方当场皮开肉 战缝了九针 事发之后 拿刀给游客的员工 落荒而逃 目前也已经遭到了情职 没有想到是弄假成真 而另外日前 美国国会提出了报告 指出中国大陆政府 从2017年开始 大规模地积压 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 违反人权 甚至在网路上面 竟然还出现了 一丝集中营的卫星照片 报告指出这些建筑物的面积 在一年半之内增加了11倍 显示新疆迫害问题非常严重 不过对于指控 中国大陆政府也召开了记者会否认 表示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维持新疆社会的稳定 美方的有关指控纯属捏造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依法公正的处理 确保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记者会上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言辞否认美国谴责中国大陆 新建新疆集中营 但最近推特上却出现卫星照片 声称集中营的面积 在一年内扩大了11倍 也让维吾尔族穆斯林被迫害的传闻 增加了不少可信度 根据美国国会公布的报告指出 中国大陆政府从2017年开始 大规模积压穆斯林少数民族 美国声称是集中营的建筑 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般幼儿园 不过墙上的铁线圈 却透露了不寻常的气息 马路上随处可见的警察 也让整个城市充满肃杀之气 虽然中国大陆政府表示 一切的措施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稳定 但从集中营逃出的幸存者却表示 中国大陆政府在建筑内部进行洗脑教育 在街道上也出现越来越多新的建筑物 除了有围墙 还有哨塔 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座监狱 不过面对指控 中国大陆还是保持一贯的说辞 面对外界越来越多的反对声浪 中国大陆政府在人权这道题目 想要获得其他国家认同 恐怕还需要更多改变 多数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好 今年以来非常多的台风行程 民众很关心台风架的问题 尤其日前商业总会就提出了 放台风架之后应该要补班的建议 引发了大家讨论 而劳动部长许明春 在立法院备巡的时候 今天表态了 他说台风架不是架 如果没有架就没有补班的问题 大雨天下个不停 见其比车身还要高的浪花 宽广的道路瞬间成了汪洋 台风天的惨况 商总先前却提出 放台风架后要补班 劳动部出面回应了 既然不是架 就没有补班的问题 它其实就是一个避险嘛 防灾嘛 直接打点回应 台风架是用来避险防灾 接受商总的意见 但资方也有话要说 工作本来要做的嘛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当然这个成本的话 由企业自行去决定 要不要给他放假 或者给他补班 不需要政府来统一规定 事实上早在2008年 劳团就曾要求天灾假立法 不过足足等了10年 还是没有进度 我们开过会 你们上一次开会什么时候 找劳资双方来沟通 去年的11月 去年11月到现在10月 一年了 你们都没有任何动作 上班途中可能会危险 就是天灾假的初衷 本来就是为了 就是避免这些危险 对因为这是天灾嘛 这是临时性的 所以这个不是一般的放假 所以不需要补班吧 天灾假立法惹意 就连基本工资也被抱怨涨不够 没有办法让大家都满意啦 不过我们一定 没有这样想让大家满意 这我了解 但是我只问你够不够啊 你还是没有回答问题啊 我们继续努力啊 外界质疑基本工资法 恐怕是换汤不换药 劳动部长回应 行政院只有一次的退回权 若审议结果不变 行政院还是必须核定 劳资双方要如何取得平衡 看来挑战不小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这两天美国股市惨得不得了 现在有很多人担心了 这会不会就是这所谓的逢八 就会碰到金融风暴 所谓的金融十年魔咒在线呢 有专家说最近的 这个全球股市动荡 很可能是雄要来了 不过事实上呢 几乎每隔十年 就会发生金融风暴 包括了从1987年到88年的 美国黑色星期一 到1997年以及98年的 亚洲金融风暴 那么再到07年的 美国次贷危机与雷曼兄弟倒闭 如今十年又过去了 2018年 是否金融魔咒再降临呢 也让投资人非常担心 小心 有熊出没就在你身后 全球股市这个星期惊涛有害浪 豆瓶指数两天内下跌超过1300点 也把今年所上涨的点数 统统吐了出来 不过许多人都很担心 居永界也有个传说 几乎每隔十年 世界就会发生一次严重的金融风暴 重创全球股市 1987年10月爆发了黑色星期一 当年美国经济欠佳 贸易赤字恶化 银行普遍提高利率 美国倒穷指数狂卸508点 跌幅达到22% 当天连股市交易员都陷入恐慌 美股一度暂停交易 十年之后 在1997年至1998年 又爆发了亚洲金融风暴 原本悉心向荣的亚洲新兴国家 汇率疯狂下跌 当年韩国民众甚至捐出家中的黄金 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 又过了十年 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 房贷违约和法拍屋急剧增加 从房地产蔓延至金融界 2008年雷迈兄弟倒闭 原本西装笔挺的投行金 全都拿着纸箱卷步盖走人 金融风暴也随着联动债 延烧全世界 原本规划好的退休金 变成了无用的壁纸 而如今距离上次的金融风暴 又过了十年 股市前几天又如溜滑梯 让全球股民心惊胆跳 是技术性长者标放 是不是真的没事 12号雅股又全面翻红 日经指数上涨0.46%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51%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12% 上证也涨了0.91% 而如今的股市动荡 究竟只是技术性调整 还是熊市已经开始出没 先知有话要说 好经常出国的人 对于各国的机场 都会留下印象 不过你知道吗 其实全世界 有许多座非常危险的机场 让人震撼 因为呢 这些机场 有的跑到在沙滩上 有的在冰层上 甚至在悬崖一边 所以起飞降落的时候 简直是在雨天真命 世界上最危险的几座机场 到底在哪里呢 带你一起来看看 要降落的飞机 直接从头顶飞过去 体验超刺激的赏击方式 因为这边紧邻 朱莉安娜公主机场跑道 但由于机场跑道 太短只有2300公尺 大型客机必须提早降落 因此名列最危险 机场之一 77运输机降落在白色世界 这里是南极洲 唯一能起降的机场 但其实只是一大块 又平又厚的冰层 因此起降次数过多 就无法使用 考验驾驶技术 是否非常高超 帕洛机场 不单唯一的国际机场 位在深谷四周都是高山 受到地形和气流影响 所有飞往帕洛机场的飞机 只能在白天起降 甚至有机场跑道 位在海滩上 苏格兰的巴拉机场就在沙滩上 虽然沙滩已经强化结构 但一掌潮跑道就会泡在海水中 远方一小块陆地就是机场跑道 加勒比海的萨巴岛是世界最短的机场跑道 不到400公尺长 如果飞机降落后冲过头 等于就会坠海 而机场跑道也能在大马路上 直布罗陀机场跑道 与丘吉尔大道重叠 因此有飞机要起降 马路必须暂时封闭 等于民众路过就能看飞机 在非洲赖索托这片悬崖峭壁上 也有一座机场跑道 仔细看就是这青绿色中 一小块被压平的跑道 要起飞就像飞过悬崖 而西藏的昌都邦达机场 位在海拔4000多公尺高 由于高海拔让机场空气稀薄 空气阻力也小 影响飞机起降 葡萄牙的马德拉岛 不只是足球巨星 斯伊罗的故乡 机场跑道就在山坡上 机场跑道一头是悬崖 另一头则是喜马拉雅山 超惊险的降落方式就在尼泊尔 而格陵兰阿拉斯加 法国也有机场 位在极寒地区常年积雪 而圣巴特斯岛的机场 则是跑道很短 让飞行变得大不易 放眼全球这些危险机场 险峻程度令人鄙夕 读则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 好 这起事件终于落幕了 那就是在这个月初 英国的街头艺术家班克希 他的作品《气球女孩》 在拍卖会上自毁 就这样子进了碎纸机而一鸣惊人 也让外界好奇这幅画后续怎么办呢 拍卖公司说会将这一幅碎了一半的画作 重新命名之后再继续卖 而原来的得标者更是豪爽的决定 他将会以大约4000多万的新台币 把这一幅半毁的画给买下来 另外来看看这位美国第一富人梅兰尼亚 最近接受了媒体专访 被问到说为什么他会特别关注网路霸凌呢 他语出惊人说因为他就是世界上被霸凌最惨的人 另外勒梅兰尼亚也透露了 在白宫里的确有他不信任的人 被问到会不会提醒川普呢 他说不管什么事情 大家都会很诚实地告诉他的丈夫 也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另外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美国史上最贵的战斗机 F-35逆宗战机 怎么会传出全面擒飞的消息呢 我们知道这一架F-35平均造价 是大约新台币30亿左右 那么没有想到上个月是首度发生了坠毁事件 疑似是因为燃油管路瑕疵造成 因此美国国防部今天就宣布了 F-35要全面停飞 以便让工程师来进行燃料管的安检 好 接下来接着报道可能会让你肚子饿 有很多人都吃过香松撒在白饭上面 会让人忍不住一碗接一碗 其实呢香松源自日本 它有百年历史了 原先是一位药剂师 希望民众可以多增加钙的摄取量 之后才渐渐演变成至今 在日本香松的人气一直高居不下 就是因为香松的口味不断地推陈出新 最近甚至还吹起了异国料理风 让日本当地又掀起了一波香松的热潮 Q弹白饭上头撒两下香松 米饭就像是被失了魔法一般 米味大大升级 不思議的食感 香松与白饭堪称绝配 因此又被称作饭友 其实它来自日本已经有百年历史 它源于大政初期 当时雄本县有名药剂师吉丸莫吉 它认为日本人普遍盖社区过少 于是灵机一动 在小鱼风干后磨成粉末 接着加入海苔等调味料 要去煮鱼腥味 所以我平装饭售才渐渐演变至今 现在走进日本各大超市 经常可以看见满满一区都是香松 而且海苔鲑鱼等已经不够看 口味超多元甚至还走起异国风 就说最具人气就是眼前这个意大利蕃茄口味 业者强调这些香松都是忠实呈现食物原味 保证让人吃了大感惊喜 而且不只是白饭 搭配意大利面 凉拌和面包都很合适 没有最狂 只有更狂 香松无极限不断进化 现在还有食品大厂也来抢食香松大饼 推出咖哩口味 甚至是猪排丼和茶泡饭香松 还有炸虾丼口味也令人大感惊奇 如果注重养生还可以选择熟菜香松 它高鲜又不含化学调味料 好下饭又兼顾健康 方便取得口味多元有五美价廉 也让香松人气居高不下 平均每年每副家庭购买香松金额 都至少在1500亿元 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日人掀起香松旋风 还有临时业者研发一款香松生器 将米果适之种和花生一起导入气炬里 然后盖上盖子顺时针扭一扭 临时秒变香松 肚子饿了甚至可以直接倒在手上 当临时大口大口吃也完全没问题 随着香松不断推陈初心 这波香松热也将持续发烧 东云新闻 陈威珍 温球报道 说到异国料理 在台北东区有一间道地的马来西亚餐厅 他的主厨呢 是大马皇室的御用主厨第三代传人 加上他是印度裔 因此推出了大马结合印度的风味料理 非常特别 来看东森新闻记者欧英俊张亚璇的采访报道 来 拿下来 强亮桥背声吸引全场目光 酵茶时间从拉茶秀揭开序幕 亲自示范印度拉茶博得满堂彩 这位主厨来头不少 他可是大马皇室 御用主厨第三代传人 因为具印度协同来台经营餐厅 推出结合大马和印度文化的特色料理 像是这道人气香酥塔饼灵感就来自印度甩饼 面团在大徒手中甩呀甩 越甩越大 越甩越轻薄 这动作看似很简单 亲自做可不是这么回事 像对待小依儿的皮肤一样 这样慢慢的推出去 像这样吗 甩越大力越好 第一次印度很刺激 真的吗 香酥烤饼又称纸巾饼 因为超级轻薄酥脆 力道拿捏不对 就会像这样 但是破掉就不能用了 没有真功夫 还是交给专业的来吧 甩好的饼皮放在煎台上 淋上牛油炼乳煎烤 再轻轻卷成煎塔造型 端上桌 弯如一顶魔法式的帽子 这道菜可是店内超人气料理 就连吃法也很特别 要从上面开始 对 要从上面开始 就把它切成煎 它太烤烤了 好吗 然后它有三个酱 吃这座塔 就是要很阿萨利的折断 还有三种酱可以沾着吃 又咸又辣的森巴酱 是当地特色 而爱吃甜的 就沾炼乳 所以有些客人 我会建议他们 这样子全部把它毁了也可以 可以 还有人霸气拿在手大口咬 真的是好吃又有趣 另外这里也有道地南洋美食 这道咖喱海鲜 秋天超受欢迎 香辣滑顺湯头 搭配丰富海鲜配料外 还豪迈的放入整只酥炸 卵磕蟹 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而除了特色料理 店内摆设也精心设计 对象黄色为主题 壁画就是大马街头 再摆上铁圆桌 其实这就是当地路边小吃摊 叫做Mamadang Mamadang Mamadang不仅仅是给客人的好美食 也就是给朋友们 所以说我回到马来西亚 我叫朋友们 去Mamadang 我们在Mamadang 希望推广加上美食 把传统大马文化特色 原汁原味搬来台湾 就是要让顾客来到这里 也能感受到浓浓 大马情怀 东森熊 翁俊杖玄 台北采访报导 好 现在人换屋的需求 不外乎是想跟全家人同住 又可以有退休的养生环境 目前在香港生活圈 就推出了稀有的别墅社区型建案 从白天到入月十分 透过大片的落栗窗 就可以及时欣赏到景色变幻 在大台北区 能够俯瞰这样的繁华美景 是许多人梦想的家园 但在台北房价高居不下的情况之下 付出的代价如登天一般的高 不过在南港生活圈 就推出了四大房别墅住宅 受到许多幻屋俗青睐 这边吸引到了内湖南港信义的朋友 可以用不到总价2000万的一个范围 可以买到一个大四房的一个居住空间 我们在落实一个所谓的社区饭店化 饭店能够社区化的一个管理模式 而且交通的部分的话 对它来讲又是一个很便利的一个 城市交通的一个部分 除了可以拥抱自然美景 便捷的交通与生活进了之外 还有贴心的物业秘书 帮你掌握大小事 五千多瓶巴洛克造景 充满宫廷风的细水池 盐浴盘 按摩SPA 健身房 另外还有亲子娱乐馆 艺文学习馆等等应有尽有 在家就像度假一样 让换屋族可以换大换好一次满足 等待新闻 王主持人 柳佳云 台北报道 受到了全球华人女性创业家注目的 十大杰出妇女华冠奖揭晓 来自五大洲的杰出女性华商齐聚一堂 一同分享荣耀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十大杰出 华商妇女华冠奖 在圆山饭店盛大举行 来自全球的十位优秀华人女性创业家齐聚一堂 共同荣登这个闪耀的舞台 那其实二代要做一个创业的这个奖项 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可以代表我们公司 然后这个除了创业以外 得到这个华人的这个企业管理的这个奖项 其中台湾知名连锁美法企业董事长赖淑芬 也是得奖人之一 以二代创业的精神出发 从美法起家投入产学合作并拓点海外 近年更跨足医美食品等产业 成绩相当亮眼 在全台湾 我们有跟大概50所的学校 从高中到大专 我们都有做产学合作 那在培养这个 这个对技术跟流行有兴趣的这些学生呢 能投入这个产业 随着时代的进步 妇女地位的提升 女性创业家也展现卓越的能力 不畏不惧 对社会和产业做出重要的贡献 东森新闻 黄淳锦肖雅齐在台北采访报道 大陆的甘肃在以往被视为是比较偏僻的省份 但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崛起 这里也找到了新的发展契机 9月的甘肃风情万种 草原高山沙漠各距千秋 这个距离台湾2000多公里的地方 骨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对台湾的民众遥远又陌生 充满朦胧的西域风情 他们是鬼族人 主要居住临下州 人口占甘肃16个民族第二 仅次于汉族 卓以农耕畜牧为主 30岁的马俄不都 有一百多头的牛羊 以往只做单纯牛羊买卖 生活贫困 从2016年开始 他有新的模式 将这些羊宝贝大升级 在农村羊汁采集成这样的原料之后 经过车间的缝制 最后变成了一件羊毛背心 可以偷电商销售整个大陆 甚至是海外市场 去年双十一的时候 一天的时间 我们这些马甲就卖掉了2万多件 24岁的邓国志 卖的是皮草加工品 2年前才回家乡创业 有别于以往的实体门市贩售 他偏重网路行销 方便辐射整个大陆 电商与扶贫的结合 这一块 让电子商务 电商企业的发展 能带动更多的评工户 能够参与经营 能够增收支付 电商孵化园为零下州 归名创造新契机 在大陆推动精准扶贫的政策下 让甘肃这两个自治州 成功华丽转身 东西杨一平水峰 在甘肃的采访报道 持续入秋 吃蟹正美味 有超市业者 就推出了水产直送 处女巡豆腐也是活跳跳的 预估买器 可以增加一到两成 还有量饭店也推出了 急速冷冻海鲜柜 打开蒸笼 蒸熟的处女巡 香气扑鼻而来 剥开蟹壳 满满鲜黄蟹膏 让人垂涎欲滴 持续入秋吃蟹正式美味 来自产地菲律宾的处女巡 会这么活跳跳 就是因为每一批 都是业者一早 亲自到基隆港挑选 再直接送来超市 怎么选才新鲜 挑蟹也有ペッポ 让达人来教你 没有火力 因为它现在只脚会四处的摆动 那表示说这螃蟹是好的 然后再看我们旁边 它就有个蟹膜 如果它这个蟹膜是饱满的 表示它很有肉 这时候的螃蟹基本上都有膏 鲜可蛤蜊 阿根廷鱿鱿 还有帝王蟹 这里也都看得到 直接在超市里面 就做起像这样水产 比较直送的方式 那预估希望可以带到满期 那愿成长一到两成 就因为台湾人真的太爱吃海鲜 每人每年平均可以吃34公斤 排名世界第四 看准这波商机 量饭店也纷纷出招要抢攻这块大饼 想吃海鲜 现在不用特地跑到鱼港 来到量饭店打开冷冻柜 就有满满海鲜种类 能够让你挑选 便宜方便 而且你不用再多想 就是它的品质好不好 或者是它来自于哪里 我觉得它们都已经先帮你把关了 可能会去传统市场买 因为我觉得它们那种 可能不是很新鲜 业者各出奇招 看来这波海鲜站商机 已经正式开打 东森财经系维卖金品刘子腾 卢伯聪台北采访报道